您還記得在金馬獎頒獎典禮當中 一口氣拿下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的淑芳阿姨嗎 今天來到了臺南 前往嘉福中心舉辦的冬至圍爐 跟臺南市長黃偉哲 一起為嘉福中心的小朋友下廚 所有現場的人看到這個淑芳阿姨 甚至有人叫她淑芳阿嬤 非常的開心 獻上鮮花 表示看完她的電影 大家都非常感動 把好吃的海鮮食材 通通放進鍋裡 鍋子冒起鳥鳥白煙 看了好想來上一碗 寒冷的冬天 南台南嘉福中心 邀請引後陳淑芳 還有市長黃偉哲 一起為嘉福中心的冬至聚餐 親自下廚 身穿圍裙手拿豬腳 陳淑芳即使行程滿檔 仍不忘為公益盡一份心 今天站在這裡 她還在這邊的感覺 我是回娘家 真的太棒了 今天你們所吃的這些飯菜 都是我們幾個人煮的 台南像溫暖的娘家 馬上就有粉絲送上鮮花 因為看了陳淑芳演的電影 覺得好感動 過冬至長一歲 家福中心選在此刻圍爐 要幫大小朋友好好補身體 補元氣 希望陳淑芳的愛心料理 能讓冬至變得暖乎乎 華視新聞劉漢生黃冠節虛松前 台南報導 台南報導